暴雪英霸原创漫画《掠牙王》的崛起曝光!来自诅咒古地,厄运之亭!声音主人现身! 暴雪英霸公开漫画《掠牙王》的崛起作为原创故事的第一弹,收集创业内容设计Kavin Johnson日前透过越洋电访与台湾媒体,分享今年关于《万象剑狱》的故事创作计划,包括四部漫画甚至是动画方式呈现。 Blizzard表示暴雪英霸宇宙今年将有重大的展开,透过漫画讲述《万象剑狱》诸位剑狱主宰,力量的追寻,以及可谓还语之语,最早在诅咒古地登场的声音之主人《掠牙王》将透过漫画呈现它有什么样的主宰力量。 受访者 收集创业内容设计Kavin Johnson,Creative Content Lead 故事发展与创作 Q.研发团队为何要建构专属于暴雪英霸的故事呢?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样的想法? A. 最初始的五张地图中,我们就有将故事元素设计于战场机制内。 过去几年我们专注于将暴雪不同的故事融入暴雪英霸中,现在我们希望回归初中,审视最初设计概念,看看我们能带给玩家什么新的惊喜。 Q. 可否透露暴雪英霸漫画的规模为何,以及每篇的篇幅,长度,大概多少? A. 今年预计创作四篇漫画,长度会因每个故事不同而变化。 A. 这次揭露《略压狼》的崛起是八页的全新内容创作。 Q. 因为暴雪英霸拥有,Blizz旗下各游戏系列的角色,在创作暴雪英霸的原创故事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以及如何克服? A. 在暴雪英霸,特别是万象界域中创造故事相当有挑战性,但也因此,为暴雪英霸创造原创故事才更加引人入胜。 A. 就像问题中所需,暴雪英霸中的角色各自有相当丰富的故事背景与个性,让这些角色特色鲜明。 A. 在我们的游戏中,或是在故事中,我们必须要考虑所有背景元素,才能去构筑这些角色。 A. 在面对新环境,新挑战,过去熟悉的敌人甚至新的伙伴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A. 同时,暴雪英霸是能让我们发挥创意的好地方。 A. 暴雪英霸在发展自己的故事上,团队如何拿捏该角色是英雄或反派的定位。 A. 当暴雪英雄出现在万象界狱中,比起作为一个角色活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中,他们更像是代表他们自己而存在于这个暴雪平行宇宙中。 A. 在万象界狱中,这些英雄原本的个性会更加突出,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持。 A. 比如雷诺出现在万象界狱中,他会比雷诺本人还要更雷诺。 A. 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会继续设想其他状况,比如当他碰到迪亚布罗时他会怎么做?他会想什么? A. 从他的背景出发,他会将迪亚布罗当作盟友还是敌人。 A. 因为这些英雄的背景非常复杂,我们希望创作出来的故事可以符合他的背景设定以及他们各自怀有的信念。 A. 我们也相当享受在创作故事时,以问答的方式发想情节。 A. 去年揭露的万象之龙影片就是以这种概念创作,并让玩家一亏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 A. 制作一篇漫画要花多久时间,投入多少人力? A. 我们年初就开始创作这次揭露的漫画与相关背景设定剧情,如果把相关前制作业也算进去的话,我们还要更早开始这个计划。 A. 大约二月的时候才开始正式与漫画家Coption接卡。如果你想要自己创作这样的漫画的话,我们也可以跟你分享这样的时间真的蛮紧凑的。 A. 从制作人、设设计师、作者等等不同的工作团队算起来,我们大约有15至20人共同创作一篇漫画。 A. 略压王的崛起。漫画相关问题。 A. 为何会选择以略压王的崛起为讲述漫画故事的起点? A. 略压王作为略压之亭的剑狱主宰,以及在诅咒古地及厄运之塔中广受玩家欢迎,我们相信它会是带领玩家进入万象剑狱原创故事中的最佳人选,能让玩家更清楚知道我们要如何创作构筑在暴雪各个故事中的另一个宇宙。 A. 像她这样的角色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她是如何察觉其他界域的?或是她所惧怕的事情是什么?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探索。 Q. 您认为略压王的魅力为何? Q. 哎,在万象界域中,作为一个界域主宰就类似于一个伴生的概念。 Q. 它们所掌控的界域之心,能让它们获得更高层次的力量以及看知的能力。 Q. 这些特性都让界域主宰的身份更加尊贵,但是略压王并不满足于原本就有的力量,他希望能够更深入了解万象界域的秘密,并迫切想要得到更多的力量与权力。 Q. 您认为略压王的魅力为何? Q. 关于略压王的故事还有漫画曲集吗?或是以其他方式呈现? Q. 哎,略压王会成为我们今年揭露暴雪鹰霸故事重要的一环,第一部就是现在我们发表的这篇故事。 Q. 玩家会继续看到它出现在我们的其他平台上,有些会随着漫画在这个月陆续推出。 Q. 作为首篇漫画,可否透露略压王? Q. 略压王在暴雪鹰霸故事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Q. 略压王是略压之亭的界域主宰,略压之亭是万象界域中最古牢也存在最久的界域。 Q. 略压王拥有这个界域中的界域之心,家族历史悠久,著迷于权力并以高压的手段掌控自己的界域。 Q. 暴雪鹰霸原创故事未来发展。 Q. 除了略压王之外,未来也考虑针对其他界域主宰如黑心船长、守木者等的故事去陈述吗? Q. 那会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呢?漫画小说或是其他形式? Q. 哎,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的讯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也对发展其他界域主宰的故事相当有兴趣。 Q. 漫画对我们来说是很新的尝试,我们也在创作中学习,希望未来可以持续下去,但我们目前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Q. 那在妄想界域中,原本来自其他游戏的英雄故事将如何呈现? Q. 过去在其他游戏已经领便当的角色像是阿萨斯、凯恩、瓦里安等等,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他们在万象界域的新故事呢? Q. 哎,同样的,关于这点我可能也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资讯,但我们也很看重这样的想法。 Q. 玩家为了解? Q. 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英雄出现在我们的故事中。 Q. 暴雪鹰霸是否将采取与Blizzed旗下另一款作品《斗阵特工》类似策略,将以多元化媒介结合游戏更新,来和玩家沟通万象界域的故事呢? Q. 可以跟我们谈谈会有怎么样的计划,包括动画影片、漫画。 Q. 使用不同的动画已经是暴雪相当重要的基因。 Q. 无论我们的创作是利用游戏内素材制作机造影片,或是CG的短片,我们都会透过不同的媒介来讲述不同的背景故事。 Q. 今年我们也会随着漫画的推出了解玩家更多想法,相当期待玩家对第一部漫画的回应。 Q. 会向斗阵特工开发PVE剧情战役模式来讲述故事吗? Q. 哎,我们开放各种可能性,但除了平常的鹰霸大乱斗,像是死守王人杠或逃离布莱西斯等,之外,目前并没有其他的游戏机制讯息可以分享。 Q. 万象之龙令人印象深刻,未来是否有机会以动画短片的方式呈现暴雪鹰霸故事? Q. 哎,非常高兴你喜欢!未来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呈现更多万象界域原汁原味的动画短片给玩家。 Q. 棷镜特工正确永远